不是 現在大家只注意到了G20 大家只注意到了習近平跟拜登 今天他們要開始見面 可是居然劉洋偉也就是 鴻海現在的CEO 居然傳說他要參加一個叫B20 B20是什麼東西 他跟G20有什麼關係 另外就是經理講說 他已經這個鴻海 已經完全進到了東南亞了 對 台灣除了張宗某之外 能夠代表台灣來出席 世界級的崩會 第二個人就是劉洋偉 我們終於除了張宗某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人 還有一個人 那什麼叫B20呢 他就是在G20的世界的領袖峰會之外 邀請世界級的企業家 舉行企業家峰會 讓這些企業家 跟這些G20的領袖 有一個對話的機會 像許燕子有一個做球跟接球的 所以他除了 企業家跟政治人物接觸 對 所以這次能夠 演講人除了劉洋偉之外 另外兩個人 一個就是貝佐斯 一個就是馬斯克 也等於我能夠邀請的 都是世界級的企業家 所以他等於跟世界一流企業家 跟世界20大的風國 一起來做對話 等於台灣終於有一個人 除了張宗某之外 在一個國際級的大型會議 當然他代表的是企業家 就是印度的莫迪 我們都知道 劉洋偉 就莫迪也好 因為佐克會有一個夢想 他要在印尼做400萬的電動車 跟1000萬的電動機車 他希望全世界都去投資 所以他6月就去做 而且他要幫他做出來 所以這次辦峰會的時候 他幫印尼做電動車 對 所以這次峰會的時候 他就把這輛車運到現場 做交通車 而且有30輛 專門供應給各國的領袖 跟這些與會來賓使用 所以等於 他等於一開始就已經 為這場峰會做好了佈局了 好 那你講說 我現在不是在印尼 我不是在印度 他接著要去泰國 對 泰國還要做 所謂的15量的電動車 等於蘋果 鴻海正在做什麼 鴻海正在做一個 前進東南亞的大眾做 除了在泰國 印尼之外 他要協助他做商用的巴士 做巴士之外 在泰國他要跟泰國石油集團 做15量的電動車 在馬來西亞 他要幫馬來西亞 解決車用晶片的問題 在印度他要設電動車 另外在印度他要設 更大的蘋果的供應鏈 某哥大通說 富士康這一次 這一次的封城之外 預估有二分之一的手機 iPhone手機 等於全世界的iPhone手機 有兩支會在印度生產 這紐約時報預估 整個蘋果供應鏈 有多少人嗎 總共在中國有 300萬個工作機會 那有150萬就跑了 等於有150萬要逐漸的一出去 所以很多人就說 不只鴻海 如果鴻海你不走 Apple Watch也要走 iPad也要走 AirPods也要走 鴻海如果不代工的話 利遜會代工 文泰會代工 等於鴻海這一次 也必須要把這些 所有的供應鏈 跟著一起往上移動 所以為什麼這一次 他在東愛亞 會這麼受重視 除了電動車之外 他也會為東愛亞 帶來更多的工作機會